我叫Fanny 三十六星光組織 韓國團隊榮譽菲馬爾 Candy 下面的一聲力道 不好意思 終於來了 好 多謝資源公司給你一個機會 我去分享我的故事 其實剛才也很感謝Judy 把我的故事的略略 給大家知道我個人有多麻煩 是的 我相信今天在座來到的 這麼多位朋友 其實都是對這個產品 一定是抱有一些懷疑 抱有一些想了解一下 到底是一個什麼這麼厲害的產品 因為我相信帶你來的朋友 都一定是可能已經告訴你 他有多厲害 當天我的朋友 我介紹人Urva 我跟他中一影形式 其實他當初在2021年的時候 看到我兩隻手是爛了的 因為濕疹的關係 而我本身自己 為什麼剛才聽Judy說我拍照 拍得這麼有些變態 天天走去拍照 也是有一點點職業病的 因為我本身都是做室內設計工程的 所以對於拍照的要求 就會有P要求 所以在我去了解這個產品的時候 我朋友看到我的手都爛了 包了崩帶 但是要在地盤 一些沙塵滾滾的地方出入的時候 他看到我的手都爛了 出血了 有皮膚敏感的朋友都會明白 那種癢是你會拗到出血 都拗的 是忍不住的 甚至手捆到黑邊都會拗 但是我的人真的很麻煩 他喊了我半年 我都不吃 喊了我半年 我都不聽 是的 死都不聽 結果什麼時候開始聽呢 就是當我看到他媽媽 雙腳本身說要做人工菠蘿貝 那個致命手術的時候 到大概一年不夠的時間 我忽然間見到伯母 為什麼可以從梳化起床 都要拿拐掌的一位老人家 忽然間今年2月初三的時候 是跟我們一起去本地遊 還要抱著他的兒子 閑足一日 是的 我們一起去 那我就想了 伯母發生什麼事呢 疫情期間做不到手術 所以他那時候是過個禮拜去做研究 那我就問了 那其實就是那個時候 我朋友淫了半年 我才開始去了解一下 到底這個產品是什麼一回事 其實當初2021年他去接觸這個產品的時候 他有問過我的 我亦都有去問過一些醫生朋友 護士朋友 那結果得回來的回應當然是 誰有那麼厲害啊 有那麼厲害醫生不用做了 是不是 我當時也是這樣回答他 但是我有一個心態就是 我爹地媽媽的腳 那條腰骨已經是醫生說不能搞的了 因為爸爸本身是傷殘疾 媽媽在五六年前做了一個腰骨重建的手術 十幾個小時在馬里 那基本上西醫生就說不能搞的了 那什麼保健品啊 物理治療啊 我甚至直接找了一個物理治療師 上來我家去幫我爸媽做物理治療 都不能搞的 那我爸爸一年裡面在家裡 跌了兩三次 我越來越擔心 那他找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那結果看到阿姨的腳 又不能嚇得到很嚇得 那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那來聽一下又無妨的 我都不知道騙了Ruway多少個飯盒 應該的 是的 我又去他們那裡喝茶 然後又來這裡 不知道吃了別人多少個飯盒 所以我未付錢已經賺到很多錢 那來又不用錢又有飯盒吃 那來聽一下 聽一下沒還 聽完之後 其實我也未相信的 剛才Judy也有交代過 這個人真麻煩 他又上網新加坡又查 台灣又查 我甚至連自己新加坡的朋友 我都問了 是不是真的有這間公司的 他說是 我又去問日本的朋友 是不是真的放在日本賣的 他說是 OK 好了 我了解完網上找到很多負面的消息 正面的消息 那我最後結果都決定 拿自己來做化老鼠 就不妨一試 大不了都是 沒了些錢而已 吃不死的 是不是 真的吃得死都是死我而已 是不是 所以我不擔心 所以在我給爸爸媽媽吃之前 我就放在自己的校裡 那我剛才 好像所說的就是 我每一天 一朝早起床 牙尾刷 臉未洗 眼屎都沒抹的時候 我就站在同一個位置 同一個燈光 同一個窗簾半開的狀態 去拍同一張照 如果想看看那些照片 有多麻煩的 不妨我一會兒 走來找我開一些照片給你看 是的 那些照片裡面 我不會 因為其實用每一個位置 我才看到變化 對嗎 再者的就是 我朋友告訴我 喂 濕疹好 烤喘好 還要吃完之後 皮膚也好 好 我就信你 所以在試的一個多月裡面 其實我是將我的烤喘藥 濕疹藥膏 濕疹的藥 甚至晚上茶的護膚品 我全部都不用 是 那我才知道是關於她的事 我怎知道會不會是這陣子 突然間這隻鞋是OK的 那我要撇除所有的因素 替得它在過程裡面 是令到我痊癒的 那我就知道是關於她的事 所以在4月27號的時候 我開始敗口 那我要飲食這件事是work的 那我就跟蹤他們的指示 因為他們告訴我要加量吃 我當時是在吃第六代的 第七代還沒出的 那我就開始吃 早兩顆 晚兩顆 每兩天加量 早三顆 晚三顆 接著一直加 一直加 其實很快 三天我就已經看到這個效果 因為三天我發覺 我以後的濕疹 那些其實我全部都認低了 到底我之前的皮膚有多難 因為我在政府醫院又覆塵 所以我定期拍著自己的病況 那我三天開始不行 我記得我吃到大概兩個星期左右 我跟著加量 加到15顆的時候 我的傷口已經是收了水 但是還有控的 那我再加量 加到18顆一天 那我記得我吃到三天18顆之後 我連手上 腳 頸 那些控 我都消失了 是的 那其實那些肚子開始凹凸了 那我就減了 因為他們說情況好就可以減了 那我就減了 我都有聽說吃了一肚子 吃完一肚子之後 其實我的哮喘和濕疹 是可以康復的 雖然哮喘和濕疹 謝謝 謝謝 我覺得很感激 力會很感激 能不能博士去 又出了這個產品 令我可以將這個萬星疾病 是真的可以根治得到 因為其實我的濕疹和哮喘 雖然不是一些嚴重的疾病 但其實如果有這些病的朋友都知道 這些萬星疾病其實都很困擾的 甚至醫生都跟我說 你有敲喘的話 都不要考慮要小朋友住 因為怕你的身體未必可以富豪得到 而且因為吸著一些類固醇 對胎都不是一個好的影響 所以那時候身體有這個變化 還有剛才也有提到的就是 我除了天天拍照之外 還跑去掃頭髮 那為什麼掃頭髮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過去這幾年疫情 我相信在座這裡超過九成的人 都應該在家旁邊過了 而且都見過那兩條紅線了 我在去年的十二月 我記得是聖誕的 印地坊間我留在家裡睡覺 因為我中了COVID 兩條線左右足足十天 Touchwood沒有什麼大病 但是脫掉完這條紅線之後 我跟著連頭髮也脫掉了 雖然大家不要看我這麼大病 但是我也是有個肚子的 叫豆腐超人 就是好看不要打 就是你們說得出的慢性疾病 我都應該中了九成的了 那當時就脫掉頭髮 但是頭髮這樣 雖然我媽媽也給了一把 很豐厚的頭髮給我 但是身家多厚 這樣脫掉也不是辦法 所以當時我用過很多 什麼靈芝烏絲素 甚至煲黑芝麻 我都試盡了 接著就搞不定了 我又記得我朋友跟我說 頭髮也可以 我們Kendy姐 都是這樣吃回厚把頭髮的 那好啦 既然是這樣 我又去做一下紀錄 但是你覺得那些頭髮脫掉了 那你怎知道是脫掉了 所以我每一天每一天 都站起來 對不起 不是每一天 那段時間裏面 我要保持著知道自己 到底脫掉了多少頭髮的時候 就是我會站在家裡的廁所的位置 可以看到疏疏了 疏了些疏偏的頭髮 接著 等到我上班回家的時候 又站回去同一位 疏 疏 那個多月裡 其實我做了四 次這個動作 幸好跟光 運稿 因為 沒事沒事沒事 我當時是安全很身受的 對不對 那我當時就 那我當時就 因為又未參加歷會 未了解歷會 所以我未好像各大領導 身家那麼豐厚 我只是頭髮有點豐厚 所以那時候 幸好不慣勢 所以容易點搜集 到底不見了 就是脫了頭髮有多少 我記得我當時 4月27號 開始數的第一次頭髮 內買的 是脫了138條 我真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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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個人真的很麻煩 我的隊員就知道 真的笑了很多次 其實為什麽今天有這個機會 上來跟大家 浪費大家的時間 講一下廢話 就是 都是因為公司的同事 聽到我的故事 原來有點變態 就是數頭髮 不如叫她出來講一下故事 所以那時候 我第一次是數138條頭髮 大家上網很容易找到 一個正常人 成年人的新陳代謝 應該是介乎90多至100條左右 我就沒有每一天了 真是很辛苦的過程 一個星期做一次 然後足足了四次 最後一次數頭髮 的脫髮量 就回到98 其實計算的 也挺不錯 也有30-40%的減少 還有其實這一段時間 沒有數 但是在座看到 有八成的女士 大家都明白了 我們洗完後 在那個去水位裡 集合那些頭髮 大概都知道 自己脫髮的情況有多少 其實現在我看到 我比起中COVID之前 或者比起以往脫髮的情況 是更加減少的 所以其實Protia 不單止是對疾病有幫助 甚至連脫髮都有幫助 好 多謝大家